山的呼唤 人物在共舞 生命电视庄严生命的风华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净土法门靠佛力 而不单靠自力 所以这个法门能代业往生 虽然无法断尽烦恼 但只要能把烦恼扶住 然后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就能用代业往生的力量 往生极乐 如果不想要自己过去造的那些恶业现前 就得现在把恶的圆断掉 清修善缘才能断恶缘 虽然有恶音 只要因缘不起线前 还是可以代业往生 优优独播剧场上 而善缘里面最善的缘 就是念佛的缘 在这个世间 我们的欲望越少 日子就过得越快乐 越幸福 越充实 不要去跟人争排场 争物欲上的享受 要用充分的时间去念佛 义佛 真正用功功夫会得力的 但安无欲 就是佛菩萨的生活真相应当学 莲池大师是明朝净土宗的一代祖师 往生西方前 众请留竹 诗曰老师念佛 一切修行不应离开念佛 一切行持不应违背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 不念佛 修行不能成就 不老实 修行不能得力 影响莲池大师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你可守本分 不要去贪求名利 不要去攀缘 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 莲池大师一生老实遵守 不曾忘失 故有超人不凡的成就 我们若是真正在学佛 越是学佛 一定越来越单纯 越是学佛 一定是越来越谦卑 越是学佛 越是学佛 一定是越来越惭愧 我如何去ska diet 单纯到了最后 生活中只是一句 阿弥陀佛 甚好充盈其中 谦卑到了最后 见一切人都是菩萨 为我一人时事凡夫 惭愧到了最后 好事完全像别人 过错总是像自己 有这种信量的人 就能够在学佛道上 真正成就 我们学佛念佛 都是为了求自身的利益 真正能不计一切 单单纯纯 但求往生的人 是少之又少 但是华二人们在学佛中 臣认为贪恋梭佛 但是已未必要求的 那么再加上 宏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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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仁。 检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深信妾愿 但看自己在舍字上下了多少功夫 如果嘴巴上口口声声说自己已具足信愿 但行为上仍处处计较名利 攀取誓言 执着情爱一点也舍不了一点也不能放下 那就是假信虚愿 自欺欺人 想要求往生只是圆木求鱼终不可得 那就是假信虚愿 想学禅者应该先来念佛 因为念佛即是无上圣身为妙禅 想学密者也应该念佛 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圣号 是至简至真之咒 想学教者也应该念佛 因为一句佛号就是三藏十二部教典的浓缩精华 佛教的教义不外乎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尽其义 对念佛人而言 自尽其义 就是牢牢地抱住一句 阿弥陀佛圣号 用一念抵万念 降伏望念 清静自心 阿弥陀佛圣号 阿弥陀佛圣号 还带不离 阿弥陀佛圣号 可是 注意 三恶道是我们恶业力变现出来的 三善道是由善业力变现出来的 四圣法界是敬业力变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修敬业 用纯净之业变现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要如何才能念得好 没有什么秘诀 唯一的方法是多念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个念佛的好习惯 行 住 坐卧不离一句佛号 久而久之念佛念到自己不念的时候 佛号也会不自主地从内心浮现出来 这样子就容易成就 如果有善音再加上念佛的缘 果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有善音再加上念佛的缘 不但恶事我们不做 恶的言语不说 恶的念头也不深 念念只有阿弥陀佛 心心只想西方境界 这样修行就对了 我们平常要修福 不要只想要享福 修福不享福 福报留到什么时候想 留到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想 感谢观看 那时候若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即是大福报 只要灵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只要灵终神智清楚 这个人纵然不想往生 也不会多恶道 自然随善业力而去 净土法门虽然可以代业往生 但重要的是要能辅助烦恼 烦恼虽没断 但要能扶得住 扶不住不能成功 所以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才行 烦恼扶不住就常常起现行 烦恼扶不住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哦 哥哥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 V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播打 1.5反诈骗专线查询 我想担任国民法官 但 我不在的话 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 没有玩乐啦 为了让你安心参与 国家会提供临时托役哦 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呢 对啦 那有机会让我托一块了 哦 无缘啦 谢谢谢谢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从前 有位新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 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湖 藏在新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耳濡目人之下 竟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首之王 从此 野湖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 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首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取一个压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 只有人类的公主 才配得上他这万首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首大军 下山将家乙王城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首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压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这手下的万首大军 绝对会扫平你们 国王召集了群臣 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轨迹 让那些野兽暂时臣服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 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选战 但是要求他们 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吼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吼叫 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吼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国王依记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就溃不成军了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 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 对孩子的行为有所深入的了解 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出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亦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评语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以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跑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佛典中狮子吼 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大声做激昂慷慨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